懒车里小美慢慢醒来,突然小胖从下面爬了上来,拿出小刀一刀扎在小美的手上,小美吓得惊声尖叫,一口气喘上来,原来是做了个噩梦,刚想爬起来,这才发现手已经和钢板动在了一起,她咬牙使劲将手抬起,疼得她又是一声惨叫,再一看闺女,早已领了盒饭,拿回自己的衣服穿上,四十就只剩她一人活着了,她拿起剩下的卷晕了淋丝破皮的左手,然后简单的包扎了下,又拿起滑雪板堵住洞口防止寒风灌进来,但寒冷依 就挡不住,小美点燃照片升起一小堆火取暖,突然寒风吹着一块石头打碎了玻璃,瞬间火苗就熄灭了,小美也绝望了,她拿起手机录下了遗言,向男友道了歉,然后戴上了她准备送她的戒指,答应了她的求婚,并告诉男友有了他们的孩子,随后小美静静地幻想她和小帅的未来,他们有了个漂亮的女儿,一家人幸福地放着红气球,等等,红气球,小美似乎想到了什么,她立刻拿起小帅包里的风筝和彩灯,把彩灯绑在风筝上,准� 爬上车顶放飞求救,但这时上方的挂扣再一次脱落,缆车直接竖了起来,小美摔在玻璃上产生了裂纹,闺蜜的尸体摔在了梯子上,跟着就摔了下来,小美赶紧一个翻身躲开,闺蜜的尸体直接砸破玻璃摔下深渊,现在整个缆车就只靠两个点固定了,随时都有掉落的可能,小美奋力爬上车顶待在挂钩上面,缆车也随之掉入深渊 小帅这边车子堵在了路上,她就徒步跑,不知道跑了多久遇上了辆铲雪车,乘坐铲雪车终于到了缆车站,车站的工作人员也发现了管理员的尸体,小帅问工作人员有没有缆车上被救下的人,管理员却回答她没有运行缆车,小帅顿时失神,看来他们并不知道想哪一行人上去了,但两天过去了,天气又是这么冷,他们并一定是凶多吉少了,小帅亮呛的走出车站,无意间抬头一看天空,那不是自己的风筝吗? 一丝希望人了起来,她赶紧跑向齿轮处想拔掉钢管让缆车运行,奈何根本拔不动,她又想到了铲雪车,拿起挂钩挂住齿轮让铲雪车反向拉动,小帅成功拿下钢管,让缆车重新运转了起来,当小美睁开眼,看到跑来的小帅她知道自己没选错人,她仿佛又看到了一家人放飞的红气球,至此,电影结束,电影告诉我们,千万不要把钥匙挂在脖子上,因为这么带真的要命啊 好了,我是蜜瓜,点赞关注,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